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自内心的觉得你真没看够啊 真是 没事 今年还有 您怎么知道是没看够的 看够了 今年还有四五个国家的大选 可以继续寻找机会 然后括号单独给陈琳老师表演一次 我一定叫您做见证 上期节目你们俩不都有孩子了吗 是吗 但是作为一个智库 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来说 这次裸奔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更多的女粉丝对我进行了关注 之前是没有过的 我的女粉丝的比例从以前的百分之十几 现在上升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你要说这个女的 咱们真是可以从这说说 虽然咱们这个都是男女平权了吧 但是毕竟呢 女人还是很值得探讨 你说现在国际上 这个女领导人还剩几个了 就是出名的 还是不少 希拉里歇菜了吧 朴槿惠歇菜了吧 默克尔也不好说了吧 我们有特雷沙梅 特雷沙梅 英国那个还没 对呀 多漂亮啊 对不对 她挺有风度 对啊 而且今年的新年贺词 还是挺棒的 我觉得 你说起这个贺词 咱们可以看一段 这个跨年之际啊 各国领导人 咱们来看一下 2016年 就离开了 最难的试试是 无论的伊斯党的特洪 今天是 晚上的热闹哭哭哭哭哭 我还有一些 男人的决定和外国人 和自己和自己的 世界的秩序和民族 和民族的秩序 好像金正恩同志 似乎还有点自我 检讨的意思 金正恩今天发了一个 我管它叫《罪记照》 古代有罪记照 中国古代皇帝 说这一年如果是收成不好 如果大家挨饿了 就发布一个罪记照 汉武帝 晚间发过罪记照 说我错了 承认错误 这次罕见的金正恩同志提了一条 就是我有心无力 深感自责 说这个传递这个信号 可以各种解读方法 就是至少说明 它也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 在瑞士学习的 在这时候还是有点西方领导人那一套 就是说承认点问题 问责 有点问责意识 说明说明 就是说在元旦这种信念贺词里面 有缺陷才能传播的好 这怎么像一个民主生活会说 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工作太努力了 然后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服务人民了 我睡觉睡的太少了 所以我的身体不好了 你看大家讨论的都是他这句话 无论你怎么解读 大家关注的是这么一句话 我记得他原话说的是 就是有点感到力不从心 在2016年努力为国家工作当中 感到力不从心 你像这些个政治家 我老觉得人生的追求 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我永远不能理解他们 按说权力 他们都说是最大的春耀 很多人就追求权力 比如当美国总统 当个领导人 好像这是非常牛的一种理想 可是我怎么老觉得 他们像是在火上烤 我怎么觉得 就包括今天很多人要当明星 对吧 我就觉得谁想当明星 我就马上就想起烤乳猪 那不是我看您的感觉吗 你就理解了 说火 这个人喜欢火 我说这个火是什么意思 火不就是把你放在火上烤吗 这人有的时候啊 你知道他 放光明啊 对 就是你只了解一面 你不了解另一面 我就是说 当领导人 要照我感觉是越来越难当了 就是你看着这不受罪吗 尤其是刚才咱们看这个 默克尔那句 那几句这个新年献词 我就觉得他今年这个新年献词 让人觉得特心疼 就现在为了这个移民政策 大家说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撕裂 包括这一波恐怖袭击 大家都说是一个女人毁了一个欧洲等等等等 但你看他的新年献词特别的哀怨 就是说是我们想要帮助的那些人 对我们制造了恐怖袭击 你会觉得 其实他们真的是还秉持着我们心目中的欧洲的那种精神 其实相当一部分相当一段时间里 欧洲的精神就是代表着人类精神的一个最高层次的追求 对不对 但是好多欧洲的朋友骂这个默克尔骂死了 但是就是说都是这个女人 这搞坏的 但实际上默克尔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就是说在默克尔做这个决定之前 他受的很多德国媒体的批评 说你太不人道了 你怎么能对难民关上门呢 14年的时候我去德国 在德国日报跟他们交流 出来的时候看见在德国日报的一个楼顶 写了一个写了一排字 说写着每一个人都是合法的 就是every is legal 就是没有非法移民这个概念 每个人都是合法的 就是正是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 默克尔面对一个小女孩 就在提出的请求 说我希望留在这 大家记得那个镜头 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 但实际上叫成业媒体 败业媒体 然后放开移民之后 媒体就调转枪口批评默克尔 所以今年也就2017年德国大选 默克尔能不能留在那 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你预测你觉得他这次还能连任吗 我不会再轻易预测了 我要关门逃报的说一句 我研究美国问题 我对欧洲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 美国问题 美国问题我请教一下你 这下子这个奥巴马是怎么个情况 一下子驱逐这么多俄罗斯外交官 他马上就要离任了 有人就说奥巴马就是成心给这个特朗普添堵呢 能这么理解吗 其实这件事情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戏码上演 就是在窃取民主党总部那些情报 这个过程中俄罗斯的黑客扮演了什么作用 俄罗斯的黑客跟俄罗斯内优部以及普京之间是什么联系 在美国的已经十几个情报机构已经初步了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确实是普京在总统选举里面扮演一定的角色 如果没有证据 奥巴马不会这么近 那有没有可能特朗普选上这里边有俄国操纵的痕迹 完全有这个可能 那就等于颠覆一个国家呀 我认为这个如果是坐实了的话呀 那就等于是特务手段直接 这不就是颠覆一个国家吗 对于特朗普总统提供了一点帮助 对而且现在他跟普京走的还挺好的 包括在新年线此里头 普京对美俄关系也是有不错的展望的 所以就看最后的十几天 大家现在都在各种段子说 这个奥巴马离任之前给特朗普挖的九个陷阱等等等等 有些是特朗普已经回应了 有些还没有回应 我就想知道那就是十几天了 他能够轻易挖的坑 那特朗普上来也可以轻易填平啊 而普京给填平这个坑流了充足的弹药 普京说我保留回应制裁的权利 就说我先什么不能看看 你新总统上来怎么办 特朗普回应说很聪明 这两个人这么默默含情的 很有默契的回应 就说什么都要1月20号他上台以后 就说美俄关系当然也不会走得太近 没有人能跟一个像北极熊能抱得太近 但是他们看看怎么缓和 但是所以就说2017年呢 他们说绝不会更平静 就是眼瞅着事都到门口了 就是一个是特朗普这个人性情难料 对 他会干出什么事来 让我们极富于期待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这个欧洲的这个大选 英国的脱欧 要触发还是要什么 还有人提到是中共的十九大 也是今年 所以说哎你们怎么看在这个新年开头 十九大当然不要说一定是非常平稳 非常和平对不对 是祖国伟大祖国繁荣长盛的 但其他国家 我没强迫你要什么说 你说点国际 其他国家很有看点 我觉得尤其是就刚才你也讲到这个脱欧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以前对特雷莎煤 并不是说有十足的好感 但他这次的新年赫斯还是挺让我感动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撕裂的社会状况下 他怎么能尽量的弥合 而且他说他的谈判要汇集每一个英国人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一个风度的 而且我现在就是感觉 观察这个特朗普的上任和欧洲的这几个大选 其实我最期待的还是有真正能够 不要说反全球话 不要闭关锁国 真的还能代表我们人类所追求的那种美好的普世价值的领导者 不断的站出来 对从选举的角度 选举的角度 有四个国家的选举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一个是德国 德国就是说默克尔能否当选 不仅关乎德国的未来 而对于整个未来欧盟能否挺住 也是一个考验 像欧盟传统是三加马车 德国 法国 英国 那现在英国要走了 我不跟你玩了 拜拜 法国有心无力 因为他的影响力在下降 欧盟的团结是靠默克尔的他的能力 他的政界的人脉 以及德国的强大的经济来支撑 默克尔如果走了 欧盟怎么办 这是一个问号 第二是法国大选 法国大选有两个人 一个是菲勇 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人 另外也就是瓦利莲勒庞 那是极右翼 勒庞是个什么传奇角色 现在慢慢的就有人提出 他是个什么人物 他父亲叫勒庞 是在法国的右翼里面 影响力非常大 就是他继承了父亲的地盘 在应该是有20%多的支持率 但也不能排除在这几年 经过他的运作 把底层民众煽动起来 把工人阶级给刺激一下 重演美国特朗普大选的这一幕 我记得有本书叫乌合之众 是不是个叫勒庞 跟这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勒庞 但是现在这个马利云勒庞 跟特朗普总统是惺惺相惜 特朗普当选之后 勒庞也给他发了贺电 而特朗普总统的团队里边 也有一个人跟马利云勒庞 是关系很好 所以这两家如果以后联合起来 将对整个西方世界的走向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 这感觉是极右翼势力在全球各地连起手来 有没有这个趋势 所以2017年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说全世界的右倾化 我们也可以叫它民粹化 全世界的右派联合起来 对对对 镶镶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设计到我会讨论的右倾化 我觉得有时候世界的发展不是钟摆吗 你看曾经不是有个学者讲这个历史终结 冷战结束的时候 就说历史从此终结了 西方的这一套大行其道 以后这历史就不用再发展了 就一直是这样 现在看来说的太早了 所以我就觉得目前这几个选举 咱们看到的是不是意味着这么多年的全球化 好像感觉是大势所趋 但是我怎么现在觉得各个国家的这些人特别得人心 就是说我们得收缩起来 我们都不要管别人的事情 然后不要扯什么全球化 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工人不能失业 甚至于就是说维护我们白人的利益 我们是力不从心 我们也力不从心 管不了你们那么多 这种想法是不是又会成为世界的一个钟摆 会摆向另一极呢 是的 您刚才说的历史的终结 作者是弗朗西斯福山 他是一个日本裔的美国学者 他这几年也修正了他的看法 他说我错了 这历史没有终结 而实际上在冷战之后 他不会像我一样说好这么算数 而且他没有你陪着 实际上在冷战以后 世界迅速就我们叫全球化 但发现全球化出现了问题 全球化导致一些产业的空心 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失业 中产阶级中产萎缩 就是说一部分人得到了利益 更大的一部分人是状况是每况愈下 所以这时候对全球化的反思 从民间一部分人到了政府层面 你说十年以前反全球化 都是一些民间组织 一些NGO 但现在是一些政府层面 开始反全球化 我们叫逆全球化 就像全球化我走得太快了 这么调整一下 这也是一个必然 陈琳你整天采访国际人士的 你对这个怎么看 全球化的是与非 我现在觉得就是全球化 借用这个奥朗德 今年赫茨里的时候 就是法国没有办法退回到自己 一定是全球化的参与者 同样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 都很难说撤回来 而且现在我觉得在 我个人的感受 在欧洲的层面 其实真的是缺乏一些担当者 就真正反全球化的这个 出来就是真的是从草根 而且不是一般的草根 是被剥夺者 但这个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就是他们为什么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没有获得利益 其实有一些可以回归一些很人性的东西 就是懒啊 或者是某种个人的原因 当然有体制的原因 但我觉得个人的原因有相当大的程度 不然不会说像我们中国这样 所谓这个资源禀赋并不是特别发达 只是靠勤劳 我们就能不断起家 我们这个国家就能够在全球的产业链中 不断上升 必然有这样的一些意义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马云他就是钱快 他所以他该有钱 如果当时 但当时看到互联网商机的大概应该不止马云一个人 但像他一样 就是快活不下去的时候 还在撑的时候并不多 同样我觉得欧洲人也是一个道理 我在差不多零几年 就是那个二十一世纪初 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做交换生 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在屋里看书 看到夜里两三点 那是在波士顿大学 下面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哈德森河 然后很多学生就在玩 然后到夜里两三点钟 比如像西班牙学生 他们通常那些男生都高高帅帅 女生也很会打扮很入食 他们在夜里两三点钟 还在我的楼下喝酒唱歌 那时候我是很抓狂的 我想去做paper 但是他们在唱歌 但确实比如说到前几年 西班牙出现那么大的风潮的时候 我突然就意识到 如果当时那些西班牙的同学 能像我们中国的同学一样努力 大概西班牙就不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危机了 你讲这个很有意思 从来就有两大原因 一种是日子过不好 怨就怨社会 怨政府 怨社会 怨国家 这永远是可以怨的 也是实实在在的 怨制度 但是永远也有另一个理由 就是说 为什么有些人穷 有些人富 富的人总有他的原因 你见过哪几个不需要努力的 不需要心情苦干的 很多时候 你为什么不检讨一下 你自己是吧 不够勇于进取呢 制度阻碍了人去检讨 你比如欧洲 你讲欧洲的情况 西班牙也好 法国也好 他们从二战以后是长期任务的高福利 对 长期的高福利就导致政客如果想当选 必须要保证这个福利 而且要不断的增加 所以任何人想去消减福利 那你就要下台 最近我看法国出台了一个规定 说员工下班以后 按照法律规定是有断网权 断网权 就是说我下班了 我回家陪老婆孩子 你公司给我发了邮件 你给我 我有义务 我有权利 我不去处理这些事情 就说欧洲现在还是这样 那你像我们中国 如果哪个员工敢说我回家不上网了 那第二天面对的是老板说你 那你可以回家了 差不多 对 你说法国人现在他还琢磨这个 他还有希望吗 我一直印象非常深的 我印象非常深的 我就是说在巴黎 我第一次去巴黎 那是多少年前 我在街上碰见一个游行 然后旁边那个翻译就跟我讲 我说他们游行什么 说就是说反对加班 对吧 这很正常 就是反对资本家人加班 他说不是 说他们不仅反对老板 让他们加班 他们反对老板让别人加班 因为只要有人加班 对吧 那个人就能够多挣钱 所以说他就根本反对 不能让任何人加班 不行我不加班 你也他加班 你也不准让他加班 对 我说这个在反全球化过程中 也有也有表现 其实前些年 澳大利亚的一些煤矿 一些工厂 一直是缺劳动力的 中国人就包括官方 跟他谈谈我们中国劳动力又工资低 干活多 我们去那给你干活行吗 那澳大利亚是坚决的不行 他说你们中国人来了 一天工作12个小时 18个小时 那我们的工人一天最多工作8小时 你来了就把我们的市场 把我们的秩序给弄乱了 说我宁愿没有工人 我也不能让你中国的工人来了 挣少的钱 干更多的活 所以现在真正在国际上 对全球化真正呐喊 可以作为起手的 其实就是中国了 就是因为我在 我的新闻其中一块 是跑中国商务部 在他们的这个很多发布会 和其他的工作会议的场合 我就觉得 现在中国之所以 要花那么多的力气 去倡导全球化 这我其实我觉得 这真的不是说 是一个唱高调 说说而已 我觉得在现在的世界 如果你还想说 人类真正往那个比倒 终极美好的目标前进的话 一定要有人 在全球化的道路上 还要去做起手呐喊 当然我也知道 我也希望懒懒的 退回小国寡民的状态 但是不太可能 对不对 我们生活的一切 就我们的吃穿用度 就包括王冲老师家 刚才说买空气净化器 他都不能说 只买中国国产的 对不对 也得有德国的技术 日本的技术等等 如果现在欧洲 新一波的领导人 都没有这种意识的话 那么欧洲从疆域来说 它本来就是一个一个分散的 如果它的一体化 进程打破了 好 接下来 会给我们亚洲 形成一个非常坏的示范 本来我们亚洲 就是因为有一些地缘 政治等等的一些因素 有很多事实的撕裂因素在 如果人类终极了 那个普世价值 你会发现 它都受到怀疑 那么回到亚洲 回到一些其他 更不用说中东 这些本来纷争就多的地方 那人们要怎么办呢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这个全球化 为什么没有带来均富呢 这个全球化 为什么好像 你看美国 特朗普为什么当选呢 不是 怎么好像 感觉越全球化 越贫富差距越加大 因为这个机制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 共产主义机制 全球化是以这个 它其实也是以市场 为决定作用的 那这大批的中下层的 这个民众 他被抛弃到 全球化的这个步伐之外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确实是什么 全球化是一个全球产业分工链 对 产业分工链就是说 由资本家进行选择 而资本家必然去选择 成本低的地方 对 就是中国过去是什么 环境污染 不用付出什么成本 工人工资低 加班不用给加班费 知识产权又可以随便 随便盗取管的 又不那么严 所以过去30年 中国是在这个基础上 发展起来 我们如果回头反思的话 说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 中国是受益了 但你长远看 你的受益程度 跟受损程度 怎么评估 而在这个评估过程中 如果把环境因素 包括地下水空气 所有这因素考虑进去 很难说中国的受益程度 有多大 而一旦你的成本提高 这些产业资本 离开了 比如现在很多资本 去到东南亚 到缅甸 到柬埔寨 那么你迅速又像 阿根廷当年一样 迈入一个 我们叫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这是很可怕的 就是资本是可以去 无国界随便的自由流动 这也是很可怕的 可以让你30年繁荣 也会让你 但是当时市场化兴起 也是为了 就是最简单的 全球化兴起 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那些人 他们有能力 到了我们亚洲大陆 到了其他的大陆 他们要攫取更高的利润 所以这个东西本身 它就不是带着 公平的基因来的 但是一个正常的 文明人类社会 为什么会说 有出现高福利社会 它有很多的 其他的社会政策 不同部分的社会政策 去修正这种全球化 这种给这个 低下阶层带来的 这个更加的贬损 包括我们习主席 不也说了 对于弱势群体 我始终放在心上 大概就是这样的 一个意思 但不能因为说 你没有做好 那一部分的这个修正 或者是说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就否认全球化 其实我觉得 从中国至少到目前来说 不管你是遇到 什么环境问题也好 或者社会 贫富不均等等的 负面一点也好 如果没有全球化 受损的 一定是像中国这样的 还能够在全球产业链 不断上升 但是你看我自己接触 有的那个搞投资的 我就发现 这个贫富差距必然会加大 因为你架不住玩钱的 架不住钱生钱的 你像我碰见一个朋友 搞投资 他说我早年做实业 对吧 他说我在全国 1000多个员工 全国多少个公司 都是我的 他说我这一年飞50趟 对 他说现在后来 他说我开窍了 我现在公司只有20个人 我说我就搞投资 他说我原来 他说他说我原来 跟我一样做同行的人说 说大家都很勤奋 我也努力工作 就像我们做节目 我们跟一个老板 我们投入是一样的 但是他说一年的利润 才一个亿 他说我这个 他说我一改这个投资 30% 我这个头跟着那个大头啊 去投啊 那30% 一年十几个亿 轻轻松松的 公司只要20个人 所以他说我就体会到了 钱生钱 是最有效率的 除非说你爱好你的工作 他说否则从我们商人 他说我 我现在深深体会到 就玩这个钱 他现在 产业空心化就这么来的 玩上瘾了呀 我说那这帮人 他不就是 就我们永远没希望 赶上他们一根毛 是这样 但是钱 并不是万能的 你看我们现在中国的商人 一看公司的报表不太好 把自己的房产卖上两套 立马就从付出变成正数了 过去年就一是玩资本 再就玩房地产 但这个东西想在全球范围那是 玩不转的 你看这几年 很多中国的企业去购买 德国的高科技企业 对不起 你给我多少钱 我不卖给你 并不是说在国际范围内 你什么都可以买来的 你如果自己没有科研 自己没有基础 你永远是给别人打工 这些东西别人不会说 因为钱而卖给你 但是我觉得文涛老师说的 这个还不一样 现在确实能感受到身边的一些 不要说资本大恶 就是他到了一定的阶层之后 他真的是钱去操纵钱 就他们挣钱的逻辑 已经跟我们普通人去玩金融 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对 这个很可怕 对 你像一些个首富 你感觉他还是做互联网的 做什么的 实际上他那个上百亿的资金 你说他能干什么 最好玩的就是投资 就这家伙一投一投一投 对 让别人去干货 咱们节目也赶紧上市弄点投资 对我这些叫老跟他们谈起来 我说你觉得我估值怎么样 我估值 他就说 说你比如说房地产 最多不十倍 但是要是互联网 可以估一百倍 对 这就是新兴的这种投资学 对 所以说我觉得你说 广大劳动人民有戏吗 根本就没戏 对 我们也没戏